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社会上普遍说深水区的改革的相当的困难 可能会触及到一些利益群体 甚至这些利益群体可能会形成对改革的阻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 在回答本台记者的提问时 李克强说改革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 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但是再深的水也得汤 因为改革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李克强表示改革贵在行动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 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 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 可以使人民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 优化支出状况 财政更多向民生倾斜 我国还将推进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改善民生